不必要用遮遮掩掩的方式 不必要用掩盖的方式 不必用喊团结的方式 你越喊团结就是越不团结 因为大家如同郭台铭自己讲的 大家要的真相只有一个 而不是各说段话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国民党的中常委 近来频频的泄密或者是爆调 把所谓郭台铭和友谊 跟朱立伦黄建廷这四者之间 有关于征兆的内情 一个一个都把它讲清楚 况且他不惜透过很多的媒体 进行所谓的泄密跟爆调的工作 那其次很多的中常委 也告诉了相关的媒体 他告诉说郭台铭从日本回来以后 会跟几家电视台接下进行重要的访谈 那访谈的内容会把这一次国民党征召的内情 讲清楚 国民党中常委的泄密跟注 国民党的中常委的爆调 就是证明 国民党党中央在推动征召的过程当中 显然是有内定之说 那当然为什么要把郭台铭 把他纳进来 这是党中央政治策略运用的一环 因为朱立伦也曾经告诉郭台铭 大概三件事情 那我简单的讲 因为他爆调的内容太多 我也陆陆续续讲过 那我现在讲的都是新的 就是第一个 如果侯友仪上来的话 就没有我的空间 这个是朱立伦首度告诉谁 首度告诉郭台铭 那第二个 如果侯真要代表蓝营出征的话 是不是由侯去 如果郭台铭真要代表蓝营出征的话 是不是由侯郭去劝退侯友仪 那国民党就可以顺势提名郭台铭 那第三个 到5月15号16号 甚至于到了17号 这三天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就是说让郭台铭一直认为 他一直认为 他可能会获得征兆 就是说郭台铭认为 他不被征兆 而改征兆和友谊 是国民党一连串运作的结果 就是说国民党给郭台铭 有传达的错误信息 让郭台铭过于乐观 但是事实上 我们话就必须要讲回来 不能听信片面之词 为什么讲不能听信片面之词 第一个 郭台铭是一个身经百战的 撒场老将 他的企业的成功 是有他的背景的 以郭台铭今年74岁 朱立伦跟他讲的话 他会全部相信 他不是一只误闯丛林的小白兔 他至少他还有他的智慧可以应对 所以就是说我对于国民党中常委的爆料 我不是说是保留立场 而是说他太倾向郭台铭 因为我刚刚讲到的第一点 他不是误闯丛林的小白兔 那第二点 郭台铭 甚至于朱立伦口中的流鬼蛇神 他们在政坛发展不是一天两天 他们都是地方势力 他们的讯息应该接收的比郭台铭还要明确 坦白说 那这些地方势力之所以支持郭台铭 就是侯友宜疏于问候 那侯友宜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但是郭台铭事实给他们温暖 那他们当然支持郭台铭 这是第二个 所以郭台铭的讯息不会那么缺乏 不会那么缺乏 那第三个 就我所知 长期以来国民党跟郭台铭之间 有固定沟通管道 有什么事 大家可以一通电话就说得清楚 况且郭台铭家居国民党中央党部 车程不到十分钟 你要解决很多事情的话 一步变车 十分钟就到达党中央了 你有什么话不能够公开的说 那我不是指责这一些所谓国民党 总常委抱着黑幕啊 或者爆料啊 或者泄命 而是说 现在这个问题既然已经成为一个定局 既然已经成为一个定局 那国民党也不会因此而改变 那这些中常委的爆料 就完完全全倾向于郭台铭 认为郭台铭他被骗 我是说骗未必 耍是真的 骗啊 你说国民党蓄意骗郭台铭 那个是 那个不是事实 但是他被爽 或许是事实 接近事实 所以骗跟爽 那个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现在我们话说回来 为什么中常委他要报这些东西 就是看不惯你们黑箱作业 黑箱作业我老早 黑箱密室我老早 从郭台铭还没有说他要参与进途开始 我就讲第一个你把规则讲清楚 第二个你把评比标准你讲清楚 那你第三个最重要的你把主观的东西你也把它讲清楚 但是无论是朱立伦 无论是黄建廷 他们通通不愿意讲清楚 所以留下了这些后遗症 那这些后遗症他要怎么处理 其实非常 其实如果按照我的意思 我一定把郭台铭找来 把事情原本本看在他的面前 那事实上 像郭台铭从日本回来 也要接受电子媒体的专访的时候 那你国民党你也应该上电视台 一次就把话说清楚 不必要用遮遮掩掩的方式 不必要用掩盖的方式 不必用喊团结的方式 你越喊团结就是越不团结 因为大家如同郭台铭自己讲的 大家要的真相只有一个 而不是各说各话